這就是我們的收藏庫 他是庫在乘全球最大秀的收藏家 以前他創入台灣頭一間本土 本土鐵工廠看入電子 包括鳳基創辦人施政營 跟公保科技當事長宋宮完 過去都是他的完工 對我來說它是謀生的事情 藝術是我自己心靈 最喜歡的事情 需要我來支援 所以我還是寫一個比較容易賺錢的事業 副在乘幫助高雄電子設置 第第三年就有獎青的完工 他就六九年創辦款有電子 當時很多公司都怪問 管道體的房子是半島的事業配 但是他才做到下下求 後來又創入攻擊電子 但是他才因為退朋友做報 欠了很多錢 我把錢還掉以後 87年我自己走投無路 我就想我要去哪裡 我就提著一個公司報 就自己跑到德國去 他的事業發展到歐洲賺幾六千萬美金 東山再起 在國外拚事業的那段期間 欠傷藝術 成為他內心最大的安危 在朋友介紹幾下 他到處的食材 恰受藝術 因為我們觀念上面認為 刺繡品就是像阿公阿嬤 修法學那樣 我一看下來一跳 怎麼刺繡這麼美 它是一種藝術的在創作 一百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才能完成 經過師傅的腳手 這隻好的眼睛真有心 新屋頂的門有夠漂亮 魚的味道不算的燈燈一樣 屋仔兄收藏中國素酒 跟黑人的恰受燈品 六百多驚受藏品 在市民上隔壇超過一百億 其中他最高級的就是這百 生屍萬世道 這是一個稀釋 在空庭裡面 這邊是不入宮的生屍 很單純 另外這邊變得英華富貴 這種恰受的手法 讓人看得很好 我們出去原則上 一張我都不賣 全部都保存在裡面 保存得很好 可是美術館不是那麼偉大 那麼高不可及 那你們穿著拖鞋都進來都可以 我們都歡迎你們進來 收藏藏藝術品幾六十年 八十二歲庫仔兄說 他後半四人的目標 就是要提供文化 他是要搭建一個親民的美術館 讓所有的民眾都可以 好花欣賞技術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都要 了解